好痛苦啊 我贏了 我想要跟直男交往看看 感覺可以逗弄他 然後什麼開飛機什麼的 開飛機 哈囉 歡迎來到MF快溫快達時間 歡迎啦啦隊女神林湘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湘 我們今天要玩快溫快達 你要在邊回答的過程中呢 要邊玩速讀 最後面如果沒有答出來呢 有小懲罰 什麼 有人答出來過嗎 有 有嗎 OK 準備好了嗎 OK OK 好 3 2 1 好 開始 第一題 出去玩你想要穿oversize的球衣 還是韓系的珍織衫 呃 oversize 好 第二題 如果疫情解封之後 你想去日本還是法國 日本 那休假一天你想宅在家 還是外出跑跑道 休假一天呢 都可以 都可以 好 第四題 上鏡頭遇到哪個狀況 你會比較害怕 好 演出前來不及化妝 還是臉很水腫 呃 還沒化妝 還沒化妝 如果下面以下成就 你想要粉破三百萬 還是自己猜一個新節目 都想 都想 太貪心了 都想 好 選一個 呃 餓 好 二 好 第五個 空中瑜伽還是健身 蛤 我們裡面都誇了吧 呃 空中瑜伽 好 那個 愛蓮還是五條物 愛蓮 哎呦 這麼明確 好 那男友希望是哪個風格的 是陽光運動男還是韓系暖男 呃 陽光運動男 好 約會的時候 欸 我幹嘛 我完全沒辦法分心耶 好 約會的時候想去遊樂園 還是燭光晚餐 呃 燭光晚餐好了 好 下一任男友是 完全沒有交往經驗的 還是交往過五十個女友 完全沒有交往經驗的 好的 那交往軟體遇到了 你想遇到一百七十公分 但是秒讀秒回 還是一百八十公分 但是他半天才會有什麼 秒讀秒回 好 簡答題哦 最喜歡哪一個季節 季節 我最喜歡 夏天 夏天 那練啦啦隊時 有發生過最爆笑的一件事情 就是 呃 沒有 呃 最爆笑的就是我 我直接搶拍 搶拍 好 那想要挑戰你 哪個Costplay的角色 呃 我喜歡那個 迷豆子 性感迷豆子 性感迷 還加性感 對 列舉三個最喜歡的食物 呃 呃 鐵板燒 起司飯餅 然後跟 跟 小春晚餐好了 小春晚餐好了 說一個你的理想型的 三個必備條件 呃 愛我 疼我 也一直有我 好 時間到了 給我們看一下你答出幾題 給我們鏡頭看一下 但我覺得我一定沒有錯 還不錯還不錯 欸你算是那個厲害的 有邏輯 厲害了厲害 好 那我們剛剛有幾個問題沒有問到 我們再繼續追問 好 那這個疫情 這期間影響你最大的一部分 我覺得影響我最大的一部分 應該是我自己突然變成YouTuber了 哦 因為我剛好就是在疫情的期間 就是開始經營頻道 然後就變得比較多時間 經營頻道 然後結果我就有達到 我的十萬訂閱的獎牌哦 那今後就是講到最後一題是 你最後沒有還有什麼樣 演藝的期待嗎 想要演戲嗎 還是說 哦 我確實蠻想演戲的 我也希望就是日後會有一些 戲劇作品可以跟大家見面 嗯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好 那我們來追問剛剛你的回答 那第二關於說 如果解封之後你想去日本 嗯 為什麼 因為就是日本有很多好吃好買的 就很好逛 在那你就會覺得很 心情很好 那以前這次被轉到日本的一些 那個就是網友熱搜 熱搜 對啊 所以你想去見見網友嗎 對 我想去日本見見網友 好 那演出前你比較怕沒化妝 水腫沒關係 因為我自己就是不怎麼水腫 哎呦 水腫 不是 我要跟你們說 因為我早上喝很多水 我早上一定會先喝一瓶水 所以那個其實很可以消水腫 加上咖啡 了解 聽說你最近借飲料不是嗎 對 所以就發現 哦 水腫很有感喔 臉都不會胖胖的 了解 好 那接下來剛剛說的成就的部分 你想要主持哪一類的節目 你有沒有想過 我是蠻想要主持一些可能 可以hold主key的美妝類型的節目 哎呦 美妝 或是穿搭類型 就是女孩for 比較女孩子一點的頻道 因為我本身就對於時尚啊 穿搭美妝就是 蠻有濃厚興趣的 說空中瑜伽跟健身比起來 你比較喜歡空中瑜伽 對 因為空中瑜伽給人家會比較 我在玩空中瑜伽的時候 我心情是娛樂的 可是我在健身的時候是覺得 啊好痛苦啊 我贏了 這比較有趣 過程是比較有趣 過程比較有趣 雖然那個也很平很累 但是就是會覺得好玩 但健身會覺得 呃呃呃呃 再過了 再撐一下下 再堅持 感受不太一樣 對 那剛剛那個 艾琳跟五條五 你毫不猶豫就是艾琳 因為我沒有看那個 喔你沒有看另外一部 我沒有看另外一部 而且我之前有在 就是 有之前有另外一個專訪問我說 喜歡的角色 我就說 理想型的外型就是 艾琳 喔真的嗎 對 因為他就看起來很狼狽很累 對你喜歡狼狽很累 我看起來 我喜歡那種黑眼圈啊 看起來頭髮很長 然後看起來很累 每天都很累的那種 OK他是風格 如果粉絲自己有 match的話可以去私訊 可是你幽默的事情 下一題我問你說 你喜歡哪個類型 是陽光運動男 因為你沒有頹廢男啊 喔沒有頹廢 沒有才華頹廢男 最重你的心願是頹廢 就是才華頹廢男 才華頹廢男 對 那比起剛剛有個二選一的是 沒有交往經驗 跟交往過五十任女友的 你選前者 因為就是 因為我想要跟直男交往看看 感覺可以 了解 好 那交往軟 交往軟體裡面 你說遇到一百七十公分秒回 跟一百八十公分半天回一次 你選擇是秒回 對啊 因為我其實我以往 我身高沒有太列入我的 考量範圍 對 而且會秒讀秒回 代表他很用心 很重視你這個人 好 那你最喜歡的季節是夏天 對 為什麼 因為我就是一個陽光個樓啊 我很喜歡做一些戶外活動 對 就是衝浪啊 玩水啊 然後什麼 開飛機什麼的 開飛機 就是沒有啊 沙灘車啦 那要做特效的開飛機 好 那那個練啦啦隊遇過最好笑的事情 你說搶拍 你有放到自己的那個 我有放 因為那真的太好笑 我整個臉就是 就是我整個臉很緊張 我以前就是剛加入就很很焦慮嘛 所以我一搶拍 我就會整個臉就會讓大家知道 我正在搶拍中 可是我現在就是你知道 已經待過一年 就知道可以 就是笑笑待過啊 就是 裝裝美食啊 俏筆 好 那你剛講完就是這些 剛說我的問題 然後他將你答題 因為你沒有成功 所以我們現在一個小小的懲罰 是 我們的小懲罰是要吃酸糖 一邊介紹你的寫真集 跟你接下來的規劃 好 好期待喔 我們要進你懲罰環節喔 我們要稍微咬一下 然後開始介紹你的寫真集 大家好 就是 我出了第二本寫真叫做 與你相愛 這次比較特別 我們有出一個私藏版 然後私藏版的贈品是 就是有這個 髮鼠件 然後它是那種材質非常厚實的 很好畫 然後跟這種 無折海報桶 就是打開就是不會有痕跡的 那種海報桶 然後接下來 我的寫真書也 啊 即將第三刷啦 然後大家想要購買的話 可以到我的 IG或是粉絲團 都會有連結 可以下單喔 好 那可以讓他偷看一下那一頁嗎 好給他偷看一下 哇 好那你接下來還有什麼 相關的演藝節目啊 或是活動嗎 可以跟大家下個介紹 我自己有主持 目前有主持兩個節目 一個叫做 女孩花豬丸 然後另外一個是 要去哪裡玩 然後大家可以在 YT上搜尋 就可以看到 比較私底下的一面的我喔 好那如果想要看更多的資訊呢 可以到鈴香的IG跟Youtube 去跟他關注一下囉 沒錯 好啦謝謝鈴香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謝謝 掰掰 掰掰 想要知道哥哥關於我的消息 記得訂閱加追蹤